關節退化的患者 對於走路容易退卻 中醫師邱委員施以針灸之後 不但鼓勵他站起來 還陪著做伸展運動 七十一年次的邱醫師 求學時參加過慈心社 日前才前往柬埔寨議診 資深的師姐就有講說 其實我們去比較落後的地方 議診是給他們一個希望 讓他們看到說其實 他們的苦難還是會被人家快回到 住在三芝石門區的許多長者 行動不方便外出求醫 北區慈濟人醫會分了一條動線網診 陳文慶醫師對待長者 親切有如自己家人 針灸期間也不錯過機會聊聊天 每個月上升醫護人員又專業 舒緩長者病症 心裡最希望的是他們 不要感覺顧及 答案新聞真正美之工 台北綜合報導 提示 針災